你只看到我学PGP敲代码,却没看到我的产品在改变着世界。 你有你的女神,我也有我的苍老师。 你嘲笑我苦逼屌丝命,我可怜你不懂编程之乐。 你可以轻视我的代码,我会证明这是谁的互联网试。 成绪员注定是默默的逆袭,身边少不了口水和质疑。 但那又怎样?哪怕前路崎岖,也要勇敢前行。 我是赵从政,我为自己代言。 大家好,我是赵从政,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SYNC PEP,上一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SYNC PEP的一般查询。 利用SYNC PEP的一般查询方式,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搜索功能。 这里我带大家回一下,上节课我们学写过的代码。 打开我们的3W网站根目录,再打开我们的SYNC PEP的项目目录,打开我们前台应用的文件夹。 在这里面打开另一个目录,在Action里面,我们上节课编写了是UserAction这样一个类文件。 这个UserAction这个类文件,对应了就是我们的User模块,打开User这个类文件。 这里面会发现,上节课我编写是一个色试方法。 在色试方法中,这些过程无非就是为了组装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承载的就是我要搜索的条件。 这样一个条件,同学们,我将会把这个数组交给一个Ware方法去执行。 我是诈写的,利用大M实力化一个U则标,会给我返回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管它叫做model对象,或者说model的实力。 这个实力帮助我们操作数据库。 在这个对象下面,我调用了Ware方法,传进去这样一个条件的数组。 然后紧跟着,我马上就利用一个箭头的方式,调用了slide的方法,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会返回给我们相关的数组,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数组。 那么实际上,这种连续调用的方式,在SyncPP里面,我们管它叫做连贯操作。 叫做连贯操作。 那么今天这一刻,我主要给大家探讨一下SyncPP里面的连贯操作。 我们的课程总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首先带大家简单写一个这种连贯操作这个样子出来。 就是说你来看看这个底层它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SyncPP里面有哪些连贯操作。 今天这是我们的任务。 好,首先大家,我给大家模拟出一个这个大M方法来。 当我传入一个U字表的时候,它本身也会给我返回这样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会有weal方法,会有seal的方法。 weal方法无非就是传入一个weal条件,而seal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获得所有数据。 那么这样一个对象,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简单探讨一下。 然后在我们做实验,在咱们的3w目标下面,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取名叫做modelmodel 好,打开它。 在这里面我写一个类文件,这个类文件哪写,随便写的,叫做modelmodel.class.php 好,在这里面同学们,我开始写一个类,classmodelmodel,然后口听,然后这里面同学们,注意啊,我为他准备一个成员方法,叫做slide方法。 我为他准备这样一个方法,slide方法,将来我一实力化这个model,比如我new一个model,new一个model,然后只要把一个表的表名传进去,本身它会返回给我这样一个model的实力,然后我调用这个model下面的slide方法,我就能获取user表中所有的数据,以数组的形式返回,对不对? 那么这个slide,它本身最终的任务,是要给我返回一个数组,好,先准备好,R1,T1,它的任务是返回一个数组到了AR,返回这样一个数组,关键是这个AR怎么得出来的,我首先先把这个数组声明成空数组AR,中间就这些是关键,对吧?中间部分这些代表是关键,那么现在看, 同学,我的目的是将来我new一个model将把一个表的表明传进去,然后生成一个对象,调这个方法就可以了,那么在我newmodel的时候传进这样一个表的表明,同学们,这个表明我要交给model去处理,那么这个表明我要怎么处理,再一看吧,肯定是首先调用了model这个类下面的构造方法, 将这个表先初始化一下,好,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一个构造方法,下写,FUNCTLFUNCTION,下回线下回线,CUNSTR,UCT CONSTRUCT,这个是我们TAP之中类的构造方法,这里我准备一个形参,叫做Dollar Type Name, 这个形参,将来会把U的这样的一个字符章传进来,好,这个形参,我在这里用一个成员属性把它保留好,Dollar例子,下面的成员属性,Type Name,等于传进来的Type Name,保存保存, 那么这个成员属性我要准备好,我准备一个成员属性,比如说PIVAT private的,私有的,叫做Dollar Type Name,等于空,等于空,保存保存,这个过程就做好了,那么将来同学们,我这里实力化好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一掉这个slide本身就会把数据拿回来,在这里面我可以做什么工作,在这里我可以 执行一个circule句,对不对,我可以买circule下换QU以外,query一个非常简单的Dollar sircule语句,那么这个Dollar circule本身等于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同学们,如果你们学过买circule 在PHP之中操作买circule的话,买circule query本身这个方法执行的circule 如果该circule语句是slide的语句,它本身会给我们返回一个结果期 到了RESULT 我就可以在下面利用这个结果期,把所有的数据都取出来 对不对 我关键是这个circule句,它是什么样的 它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slidecune upon哪张表 user表 就这么简单 对吧,我就这么简单 Slinelimation from user 能够把user表所有的数据都取出来 力用 买circulequery返回的结果期 我们底下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一般事先判断一下 有没有结果集 以及结果集是否唯空 我们往往这样做的 if$RESULT 并且这是如果有结果集 并且结果集里面有内容 我们利用一个函数 叫 myself下滑线 number下滑线 ros 然后将$RESULT 传进去 它本身会返回结果集的函数 如果函数大于0 代表有数据 有数据 我们就会便利 结果集 怎么便利 where便利 然后在这里 我们怎么写了 $RES等于 叫做myCircle下滑线 FETCH下滑线 ASSOC 然后将这个结果集传进去 这样子便利 每一轮便利 就会将数据库中 这个表里面的 每一行数据 返回 第二次 每一行数据返回 第三次 每一行数据返回给变量 都是以数据的形式 那么我需要把这个数据 放到一个公共数据里面 我这样处理 $RES 方括号等于$RES 好 保持 保持 就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如果来执行脚本 同学们会给我报错 报什么错 我们现在先试验一下 执行下脚本 这样打开我的浏览器 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localhouse的下面的 下面的 叫model下面 然后model.class.pp 好 稍等 没过 报错 这是一会我看看 我想让它报错的 扭一个model 本身没问题 然后这个slide 然后等于到了一个 $R 然后我这档出来 DUMP 档我出这个 到了 $R 保存 保存 现在我刷新一面 看效果 不是档发 我档发 我档发 好 保存 保存 刷新一面 空 为什么空 大家想想为什么空 原因在于我这里执行mythquery之前 是不是我们还要做几个工作 我们标准的mythp操作mythcircle 前期要做的工作 工作是什么 第一步连接数据库 第二步选择库 对不对 这两个工作我都没做了 那么连接数据库和选择库 我们在哪里做 我们可以在构造的初始化的时候 来做这一步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来连接数据库和选择 叫做mythcircle下滑线 conectconnect 在这里面参数同学们 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 mythcircle的主机 我们这里是用本机的 所以填什么localhost 然后密码 我这里是root 然后用户 这是用户名 说错了 然后后面这个是密码 也是root 保存保存 然后这是连接数据库 选择库 mythcircle下滑线 select 下滑线 db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的库是那个库 我们有一库叫做syncphp 这是之前我们建的库 对不对 好 连接数库选择库以后 然后现在我来刷新一面 你再看效果 有错 是warning mythcircle connect mythcircle connect xdeny for root 哦 原因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在我这台机子里面的mythcircle 它是没有用户密码的 是这个原因 刷新一面 再看 还是empty 好 保存保存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样的同学 我先看一下 在我这个环境下面的数据库里面 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打开papmyadmin 然后在这里面来看一看 咱们有一库叫做syncphp 打开它 稍等一下 这里有个表 哦 叫做tp下滑线u 它我们定了一个表现罪 对不对 叫tp下滑线u 所以说我这里查这个u 不行 我这应该是tp下滑线u 小写保存保存 我们再看效果 现在我刷新一面 好 大家看到吗 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来了 所有的数据都来了 当然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有的人说老师这里很多错误没有抛出 等等 这我就不做了 对不对 这个就要做的话 可以做很长时间 但不是我们重点 关键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syncphp之中 那种连贯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现在保存保存 大家会发现 当我构造的时候 本身是传进来一个表的表明 user表对不对 然后表会交给一个成员属性 那么实际上 当我调用slide的时候 在这里买circuit 这个circuit语句写成slide 先from 这个tp下方向user通用 这个user 我应该从哪里拿到 从这个成员属性中拿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这里应该来个连接服务点 高了例子下面的tab name保存 这样拿 这样拿 为了把它变成小写的 我可以利用一个函数 叫做str to lower 将它从大写转成小写 准确说应该是我这首字母大写 对吧 我把它变成小写 保存保存 现在我刷新一面 大家发现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为了使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当我执行slide的时候 这个circule句我希望也把它变成了 一个成软属性去注油着 然后底下我掉这个circule句的时候 也是掉这个成软属性保存保存 那么这个成软属性 我的上面也准备好 比如这里下准备 pivtprivate$sqlcircule等于空 好保存保存 然后既然这个circule语句 已经变成成软属性了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办 在下面打印好这些个数据以后 我看看我组装的circule句是什么样子 我这里再给他准备一个方法 叫做f1ctl i1gitcircule 获取circule 获取circule 然后这里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 叫return$ 下面的circule 保存保存 那么我当我拿出这个数据以后 我在下面i口出一条横线来 这里hr标签保存保存 然后我在这里面 i口出到了m下面的 这个我们刚刚写好的方法 就是git sql 保存保存 现在我们直接执行一下 看效果刷新一面 好大家会发现 我的整个这个circule句是 slicingfarmtp下滑线user 也拿到了所有的数据 好那我同学说 老师我们这个singpv 这种方式怎么实现呢 well 然后把这个条件传进去 它就能成了 这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在实现这种方法 之前同学们我们看看 这种方法大家肯定都理解了 就对保存保存 那么我问问大家 那么这个well条件本身 它是怎么能够执行成功的 well条件是怎么才能执行成功的 无非就是well条件 在这个我们执行 这个mycirculequire这一步之前 在组装这个circule语句的时候 将这个well条件准备在这个circule语句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同学们 当我ser来星防我这个表的时候 后面我实际上还可以写well条件 我把它变大一点 写个well什么什么东西 写个well到了well 好关键是这样一个变量是怎么得到了 保存保存 关键这样一个变量怎么得到了 那么实际上我就可以开发出一个方法来 叫做functionwell方法 开发出一个well方法来 这里准备一个形参well 下滑线到了下滑线well一个形参 将来这个是个数组 这个可以是个数组 比如说 当然我可以不止定 对不对 好保存保存 那么现在同学们 当这个well进来的时候 当这个well进来的时候 这里同学们 我就不把它做一个数组来传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字符串来传 你看他 他只做这么简单一个工作 将到的例子下面准备一个well成员属性 将这个到的下滑线well传进去 这样做 我这样做 那么将来我实际上在这个位置用的是谁 用的是成员属性的到的例子下面的well 也就是说我通过well方法 无非就准备好这样一个well条件 然后将来用的时候 用好well条件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成员属性 我也在上面先准备好 pivatprivate 到了well 等于空间包裹 好 这里我们做一个测试 比如说当我实力化 实力化好这个model实力的时候 我这里 掉到了m下面的well方法 在这里面传进一个id大于10 非常简单 id大于10保存保存 然后我再掉m下面的slide的方法 大家你看现在执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刷新页面 有问题 这里设计语句错了 这里应该有个空格 这里应该是组装的时候有个空格 保存 接着再看刷新页面 id从10以上 id从10以上的都遍递出来了 那么组装成的设计语句 也是slide新防网 这个表 well条件是id大于10 我希望大家这里都能看得懂 那么如果这里你明白了 我怎么才能做到到了m掉一个什么 well然后把这个id大于10传进去 也能正常执行呢 怎么做到的 关键是这里怎么做到的 保存保存 现在我们拿一个问题 到了m是个对象对不对 到了m掉了一个well方法 它实际上只做了一个工作 做了什么工作 在这个把这个well条件交给了成文属性就完了 那么在内存之中是不是这样一个成文属性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候这个对象到了m这个对象再掉slide的时候 它就可以从内存之中将这个well条件得到 是不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执行slide之前 这个是一个model的实力 model的对象 那么实际上同学你注意啊 你注意如果这样操作会这样 到了m掉一个well 本身这个东西返回给我一个m2 它有返回值 然后这个返回值我返回什么 我返回这个东西 返回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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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返回自己 我们都知道在类质中我写个dola lis 这个lis代表谁 lis代表对象它本身 比如说把本对象再返回回来 我这里是交给了这个dola mr 然后你看到我这里掉入dola m下面sride 成不成 刷新一面 测试 测试 你看 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为什么效果一样 因为本身我掉用这个方法是要做了两个工作了 一个是准备好一个成文属性well 一个是把自己对象返回给一个标识变量来装着 就是本对象 本对象掉slide的方法照样成功了 那么既然这个就是对象 这个就是对象 那我何苦这样做呢 我还不如这样做 看哪 把这个干掉 这里到了m掉谁掉院 然后这里传谁 传id大于10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对象 明白吗 这个对象自然可以掉入谁 掉入slide的方法 用这种方式实现了连贯操作同学 你们注意这点 来体会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在等号右边从左开始执行 到了m这个model的实力这里声明的 掉入vr方法本身它是有返回值的 返回什么 返回本对象 既然这整个东西代表本对象 我这个对象就可以掉入slide的方法 就可以生成最后这样一个数据 大家这点要体会一下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我在编写这个类的时候 在这个vr里面return了一个dollar list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连贯操作 实现这个连贯操作 保存保存 当然在我们syncplp这里面 它写这样一个model类 写的这样一个类 比我要写的 比我写这个要复杂的多的多 我只是给大家举了这样一个简单例子 实际上我们可以仿照一下 我们syncplp是怎么用的 大m一个 大m一个什么 优的 对不对 它本身会给我返回这样一个对象 等于dollar m 那么无非就是我准备一个成人 不是成人方法 准备一个函数 大m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准备行参 dollar type name 然后在这里 用一个model 用一个model 然后把这个dollar type name 传进去 本身这个东西返回回来 就可以蹭出来 就可以保存保存保存 我用的时候就不是new一个model了 直接用大m方法即可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那个syncplp很像了 对吧 保存看效果刷新一面 刷新一面 你看正常执行了 正常的执行了 这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连贯操作 也就是这种调用的方式是怎么实现的 在类里面 它只是通过一个return dollar lease实现的 那么在syncplp里面有哪些连贯操作呢 这里我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课件 大家来看看 syncplp为我们准备的连贯操作实际上挺多的 但是不需要大家一一掌握 你把常用的先掌握了 比如说这个常用的连贯操作 有这7个 有这7个 当然可能你这个group跟having都用的很少 那么前几个都比较是常用的 还有一些连贯操作 这里给大家举了例子 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就可以 调用的方式里面教给大家 也就是那种用那个箭头的方式 连贯的调用就可以了 保存保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连贯操作之中 where我就不说了 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它主要工作是为我们设置一下 这个查询的条件 对不对 where是帮我们设置查询条件 帮助我们设置查询条件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order是干什么 order是用于对结果进行排序的 它是对结果进行排序 排序 然后保存 它怎么用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利用我们上节课的代码给大家举例子 在3w网站根目录下面的 syncpap文件夹下面的前台应用文件夹 leap文件夹下面 action文件夹下面 这个user action我们之前已经打开过 user action好 保存保存 这里我给大家举例子 开发出一个简单的方法来 只是来检索用户的信息的 比如这里我写个pubrsspublic叫做funcd function 成轮方法叫做售方法 售方法 检索的售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非常简单 我大m一个user表 砰砰user表进来 本身是返回给我这样一个对象 交给一个电量dolm来重装 然后dolm下面 我selecdslide本身会返回一个速度给我 我交给一个电量dolarr 然后我这里非常简单 dumpdump出这个dolarr来 然后我这里dolarr例子下面的dcplay 好保存保存 现在我们看效果 我通过地址栏来访问user模块 以及下面的售方法 localhost的下面 然后我们这里是singpap下面 好 然后把第一个地址补齐 是index.pap属入口文件下面的 user模块下面的售方法 好稍等 这里应该给我报错 这个错误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把编码改成utf-8的中文字 就显示的没问题了 这个模板不存在 因为瘦模板我没见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singpap为我们提供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比如说当你在 不是这里 当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 如果你没准的一个模板 你第一次play会给我出错 对不对 你没见那个模板文件 你可以调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寿方法 它也叫寿方法 在寿方法里面 这里面写点东西 ABC 好保存 为了不重名 我就别叫寿了 我这个叫做demo演示 对演示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 我这里换叫做demo 好 这上你看刷新页面 这里ABC就给我显示出来了 好 实际上这个寿方法本身 也说我们singpp里面 这个寿方法 就是说你没有模板文件 你没有建叫做demo.html 没关系 你这里写个寿方法 就会直接在里写一个 html的一些代码就可以了 当然为了简单 我这里没有写相应的 html代码 直接写一个ABC 给大家看效果就可以了 关键是我们dome出来 这个数据 我们看一看 数据传托出来了 这是user表里面的所有数据 打开右下角这个地方 circle语句 大家会发现 它这个中生成的circle语句是什么 是singpharma tp下路线user 就和我之前给大家举的 这个例子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时候我想对整个结果进行排序 现在它的这种排序 大家会发现有点乱 87645 我想按id从小到大 也说123456这种方式来排序 也说按id来排序 好 我怎么设置 非常简单 利用我们连贯操作里面 order方法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在slide之前 这里 调用order方法 在这里面传入 iddesc 倒序排列 这是倒序 我们是升序是吧 asc升序 好 看效果 刷新里面 你看 这样子检索出来的数据 就是按什么按id升序的方式 来排列 就是45678 那么升序的circuit 也是这个样子 sliding from 这个表 order by id asc 实际上同学们都知道 如果你这里 没有写asc 写一个id 刷新里面 你看效果 order by id 也是45678 因为我知道order by 如果不写内容的话 它默认是按asc 有升序的方式 来 排列的 如果降序怎么办 降序也非常容易了 我就直接在id后面 加上一个d1 sc 降序排列 就是写所有语句 刷新里面 看效果 你看降序 25242422 这种方式可以 比如说同学们 我们在使用order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括号里面 填入一个排序的字符串 都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不想使用字符串 当然我这个先给大家保留一下 我看效果 Ctrl C 然后放置在我们今天这个大缸里面 这里给大家保留下来 Ctrl V 保存保存 如果你不想写成字符串形式 我们SyncPP还为大家提供一种 数组的方式来执行 怎么写 非常简单 直接写个A R A Y 一个数组 然后我想对ID排序 写个ID 它对应的排序方式 比如说D1 S C 保存保存 现在我看效果 刷新页面 你看 ID D1 S C D1 S C 如果此时我还想按排序好的方式 把这个名字 名字 别的名字 Sexy 没有一个好的例子 比如说我想对其他字段来排序 怎么办 我们就在这个数组里面写个逗号 比如说我Sexy 然后对应的 A S C 声序 现在刷新一面 主要看这个生成的色语句 你看 old by IDDSC 然后Sexy A S C 这样的一个色语句就能生成 比如说 old的这个方法 我可以要么传一个 子不串 比如说排序的子不串 要么传这种形式的数组 它会帮我们自动 组装成相应的 色语句 然后我这里Ctrl C 复制一下 放置到我们今天笔记里面 Ctrl V 保存保存 好 这是old 实际上讲完old同学们 如果你有足够的亏理能力 我希望大家我们的学书人们 要有一个足够推理能力 那么底下这些 实际上你都明白 咪咪的干什么 咪咪的是对我们的结果进行限制的 比如说限制 限制结果 保存 比如说我们只想拿出10条数据来 现在总共有几条数据 应该有13条14条15条 现在有很多数据 我只想要10条数据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方法 叫做Limit的方法 比如说我在这里 然后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箭头RIMIT Limit 然后我只想要10条 先来看效果 刷新一面 好你看 总共检索出来的数目是10条 应该是10条 把底下这个头去 生成的这个色语句也是这样的 叫slide 行 然后表欧的by 然后Limit 10 Limit 10 然后如果我想只拿出 从第一条数据开始取 取出三条数据 那我要怎么写 也非常简单 同学们 也可在Limit的这里面 这种默认的方式 代表从第0条数据取 取出10条 对吧 然后我想从第一条数据取 别第一条 第三条数据取三条 可以吧 从第三条数据开始取出三条 怎么写 这里3 刷新一面 你看效果 效果 取出三条 生成了这个Limit 也是3 逗号3 3 逗号3 好 如果我们不想用这种字符串的形式 在这里传这个参数的话 想让这个 我们Limit还可以支持 就是怎么 两个参数 3 逗号3 换一个 3逗号5 从第三条开始取出5条来 三逗号5 传一个整形 不是字符串的形式 刷新一面 看效果 大家你看 生成这个所有据 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这样用 对吧 也可以这样用 这个灵活使用 同学们 只要我们来参考 SyncPB的手册 里面都有详细的讲解 这里我只是带大家 抛砖引预 给大家说说这个连维操作 这里面给大家 关键要说的一点就是 这个Oderby和Limit 没有前后顺序 没有前后顺序 之分 比如说谁在前 谁在后都没关系 我把Limit放钱 把Limit放钱 扛着C 扛着S 减掉 放置到Limit的后面去 保存保存 现在我刷新一面 刷新一面 生成的效果都一样 组装的所有语句也都一样 你说在这里面 Limit Oder 包括后面我们要接触的 这几个什么Field Table Groove Having 以及下面这些 都没有前后顺序之分 没有前后顺序 你写谁 谁的前面 谁的后面都可以 但是要切记 最后的一定是slide 或者我们之前接触的 Find 或者什么update insert 等等这样的一个具体操作 而之前组装的这样一个条件也好 设置限制排序也好 他们谁前谁后无所谓 注意这一点 注意这一点 那么Limit给大家就演示一下 扛着C 我放到今天大杠里面 给大家记一下 使用的方式 一个就是可以传这种 整形的两个参数 还可以把这种整形 用一个字无串的形式传进去 也可以 如果你直接填一个数 比如说填了一个10 它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的Limit 这里从第0条开始取出10条来 保存保存 这个大家清楚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有同学会说 老师我只想取出数据里面的UserName IdeaSex什么我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UserName 也就是说上了这个数据 只有UserName 这个字底我想只检索UserName 我这里加一个Fu的方法 制作FiEld 然后在这里面写入UserName 保存刷新页面 看效果刷新 你看检索出来数据只有UserName 你说这个FuEld是用来帮助我们设置什么的 设置自断的 设置自断的也非常简单 好 这里我给大家写一下 FuEld是设置查存自断 设置查存自断 保存保存 它的一种使用方法就是直接在这个括号里面写 你要查的自断 如果有同说老师我想既查UserName 又想查这个ID号怎么办 你UserName逗号ID保存保存 现在我刷新页面 好 你看UserNameID都取出来了 一旦有同说老师我想把UserName取出来 但是我这个数组下标不要叫UserName 我跟别的重复了 我想只要叫Name 你说把这个UserName换名字 对吧 换个别名 怎么换 非常简单 UserName后面 IseName 保存保存保存 说白了 你就是这个 这一部分是写在哪里的 这一部分就是写在这里面的 对吧 写在这里面的 你只要把这个写对了 就可以了 保存 现在看效果 刷新页面 你看 这种方式 我们也可以填数组 我们也可以填数组 比如这里我只想要UserName和ID 对不对 那你先A-R-A-Y A-R-A-Y 一个数组 然后这里我第一个字段 不是第一个字段 第一个值 叫做UserName 然后逗号 然后这里谁 ID 保存保存 这种方式也可以刷新页面 看效果 这里只会取出UserName和ID 那我现在想把UserName改名 怎么办 你这里UserName对应的换成 叫做Name保存保存 刷新页面 看效果 你看换掉了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我这复制一下 整个这个都复制一下吧 从这里 Ctrl C 放置在我们这个大缸里面 然后这里 稍等Ctrl V 保存保存保存 好 这是Field的使用 Field的使用 那么实际上这个Field 比如说我们想取得 除了ID以外的所有字段 怎么办 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不想要ID 我想要ID以外的所有字段 我们可以这样处理的 看到 现在在这里 把这个先干掉 我想取得 除了ID以外的所有字段 我可以这样设置 第一个参数ID 到后 后面再添一个参数 叫做处 保存保存 现在看效果 刷新页面 你看 除了ID以外的 所有字段都取出来了 用这种方式来执行了 我给大家保存一下 Ctrl C 放置在我们的大纲里面 然后这里Ctrl V 这里多写点东西 叫做 获取 除了 除了ID以外的 以外的所有字段 好 保存保存 底下 Table 和 Group 还有 Having 这里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举例子了 实际上在我们手册之中 有非常详细的陈述 Table 设置一下 这个表的表明 Group 是为了分主 Having 是跟分主 有关联的 如果你买Circule的基本知识 掌握得不错的话 这些都是非常好理解了 如果你这些不会使用的同学们 那可能是因为你买Circule的 你说Circule的基本语法 还不清楚 欢迎来看一下我们兄弟连 基础课程的相关的视频教程 来补充一下之前的基础知识 那么这个连贯操作 我们可以从手册的哪一部分 获取到相关信息 我们打开Sync PHP的手册 在手册部分 然后这里面SyncPV 3.1.2 完成开发手册 打开它 在这个模 不是 模型这一部分里面 有一个叫做 可能 模型 连贯操作 这部分叫做连贯操作 打开它 然后这里放大一点 这里有非常详细的 论述 基本上跟我之前给大家讲的都差不多 然后这里面 我们支持SyncPV 支持连贯操作 有这么多种 这么多种 然后这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实例 例子也都有 设设置表 就是设置 将SyncUser这个表给一个别名 这样子来处理的 也可以跨库的操作 从另外一个库的某个表 给它一个别名 叫做User表 这样子 可以这样处理 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 好 那么今天我们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好 再见 今天还要学PAT 少壮不学PAT 老大图上碑 洛盈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T PAT 春年共觉晓 处处学PAT 在庭院做礼礼 再订阅学习PAT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T PAT 大人正在学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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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正在学PAT